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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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能把這個 結院的這些概念 希望能夠透過六位 我們也許可以把 傳到這個真正的 所有工廠的阿嵐 今天強調說 就是跟老大 是一個很關鍵 當然今天我們探討 這個所謂工業結局 這個MU先 事實上 我們是希望 原來比較 聽官的 無縮到 跟我們有關的 角度裡面來看 事實上 我們知道 國電的用電 我們用用電 來當個意思 因為能力跟我們 目前直接有 就是電的部分 然後在這個部分 國電用電 當然沒有用 而且事實上 根據我們的經驗 因為我們事實上 在公園中 能夠七十七年到一百年 退休 二十三成的時間裡面 大概 國電的所有的這些 耗能產業 幾乎都跑過 主要的 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就是我們 如果要做結尾的話 是消費最大的 而且其實它成本 是非常小的 而且它的成小 是最快的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那個 與其台語言 來不及結尾 而且結尾其實是 一做完就可以實現 我們去搞的 還會變成 要花很多的實驗 如果真的做結尾的話 你今天一做 今天就拿回去 去一下 或者可能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就被保育的案子做出來 所以呢 如果工業 如果工業 如果工業障礙 如果我們 工業障礙有成的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使用三十個個線 我都可以先 跟各位公民來 共同的概念 就是你那種 結尾量 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最近這些人一直在推動 就是說 我們如果能夠 我們能夠 可以 推動 非常 很快 很快 我們會跟各位講 對我們曾經 真正就是在 那種 所謂 核電的潮 按利益的情況之下 活了半年 那種非常精華的 那個日子裡面 經過那個日子之後 你才會知道 哎呀 其實這樣 核電真的是很厲害 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最近這些人一直在推動 就是說我們如果能夠把工業的結尾 把它做好 事實上 我們不但可以 實現 非有家庭 還可以呢 把一些比較高路難的這些 免費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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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那我這邊可以強調說 工業結尾其實很少地多 那這個也是很多老闆 有一個人私 因為我們說 這個工業結尾 有 會不會 有效益好嗎 那我等一下就會分享就是 如果我們讓老闆 這些老闆知道 今天你老闆說的話 都能導致 因為事實上 企業就自己立為目的 自然它這個水道 其實 不一定要用法規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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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先對各位分享就是 我們民國一百年 從工業退休的時候 是拿到說 台大電子 他們是2019年 那麼 當初正統王先生 宣誓說 要 到2014年的時候 他們要把他們的電力 節省 到20% 當初大家都對你們說 這是民進五% 不可能 那我這個人有一個火鍋廠 我的火鍋廠 叫做 當初他們應該知道 我同工業退休 他們說 他們叫我好吃 你是不是過來幫忙 我那時候說 好啊 我來試試看 但是我沒有把握 但是最少 我們能夠做賺多少 那時候他們自己 推給你了 那這種 更高的脾氣 不知道怎麼樣 達到2014% 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2014年的10月 就是 最後結算的 這個前一個月 過去有關心目的 打電話說 你們 然後到50% 也是能夠做 那大家都覺得說 欸 真的是目前沒有了不起 但事實上 如果把它講開 然後各位就說 其實這個沒有高聲的 學位 主要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 就是當初其實是正統王先生 所以我非常配合 這個企業主 他真的是因為企業主 它是 各位如果我看到 他那裡有個書 叫做《路實文言》 它是聯繫 說真的 而且很完整的 那 那些就是 其實我們各位都聽說 開手9000 開手9000 比較少聽到 開手9000 其實跟開手9000的概念一樣 開手9000 是品質管理 開手9000 是能源管理 那事實上 它有一套標準 那事實上呢 在這個 我道 這個 這個 開打電子 其實就是開手9000 那些關鍵 把它完全的落實 把它落實 而且真正去從資訊面 我們管理面 跟從技術面 我老闆講這個 有點像是 解釋的三個區 那我從這三個面 先進來 那事實上呢 如果把這個顧問 真的很落實做的話 我相信國內的企業 要節省30% 會很容易 他們都會很容易 然後 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全工業主 就是自成的工業設施 這邊要一起倒進去 這個是我們香港前 台灣最大的一個問題 自成優先 所以呢 覺得那個不是自成優先 但是我經常會看到 我們其實在公路設施這邊 節能做到極致 100% 可是這些能源 不管是電 或者是像風調 或者是像風壓 這些系統 做到自成之後 馬上都會掉 100%變成零位 這個30% 其實3151 就可以馬上被找出來 那我就可以聽得出來 那既有數量會掉 那省下就是很容易 對啊 就是管理面加強而已 那所以自成優先 第一個就是 你要建立一個有效能力 叫NMS 就是能源關機率 就是你要把那些 能源使用到哪裡 要知道 那現在這個問題 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很多老闆 都認為說 老公能是繼續信討 NMS來 那幣不是生產的東西 他能量顧問 投資的地方沒有意義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呢 很多能源是消耗在 不知道的地方 但是看到電子 各位知道嗎 然後他投資了這個NMS之後 然後進行第一個步驟就是 要有你管NMS 進行 然後第一個 你有數據 要管理 你沒有數據 你根本就不知道 資金能力 他會在哪 像我們雖然政府 2014年它是會弄 每年要的節子 0% 可是事實上 你根本就說 我已經能夠死 你能夠死 那 所以我已經沒有 空間可以死 那其實很簡單 因為有時候會去 我們討論他 那你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在哪裡 你不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沒有死的空間 我剛才教授信教都沒有講 就是講的理由 這搞不清楚 我的問題在哪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關鍵 就是說 資金系統如果沒有建起來 要談結論 只能做一些比較簡單的 但是比較常在的一個地方 其實結論美國有一個影響 是一個企業家裡 裡面有很多人 都會撕黃起來 你自己常常都常 但這也是你根本就不少在 那資金系統就是能夠 把這些部分 把它推行 可以找出 那第二個才是一些 技術的分析 那當然一些 所謂的資金信號 其實就是有點像 我們的IoT 它這個資料 把它接取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再加上 所謂的工資金 把它運行 可以找到 你不覺得那個機會 其實台南電子 在那幾個裡面 都會找到 一百六十幾個 我們叫BEP 這些BEP就是說 我們有個案子 不過出去找到這個問題 然後把它做 開來 然後去改善之後 就會給它很好的一個 包括它的效率 活了多少錢 等等這些 然後就把這部分 去換到我們 這些資助團裡面 資料部門內 我所有的運用人 都可以去調整 可以去拿 做他們一次 所以最後能夠審到 或者是活性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關鍵 譬如舉個最簡單的一個案子 這個就是一個實際案子 就是因為這個工廠 這是台達電子 因為發現都在中休 為什麼它有耗掉七天多多 以前它都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一個西部工廠 按照規定來講 這個小時不用電的話 就應該把西路關掉 因為那個錫在加熱的時候 它會變成 會 就是變成那個錫渣 錫渣就是變成廢料 那但是因為他們早上 禮拜一早上 七點 生產線就要開始動了 那所以在這個生產線開動之前 它必須要提前三個小時 去把它加熱 讓它洗溶解 那當然因為這個是在大陸 東莞的一個廠 那他們的這個宿舍 就在工廠旁邊 所以晚上回去的時候 八點多 你看就有的 就已經啟動了 以前沒有資訊系統 晚上早上七點可以動 大家就不會注意到 可是現在因為資訊系統 把這些部分都highlight出來以後 你會發現 哇開玩笑 一個禮拜 就耗掉七千度電 一年三十五萬度電 當地的電一度四塊錢 所以呢 你剛剛算一算 一百四十萬就這樣燒掉了 浪費掉了 那真的是浪費掉了 那後來我們怎麼解決 因為有了資訊系統 所以我很簡單 我就加個定時器 然後時間到 它就自動給它啟動就好了 所以這一段就可以省下來 一年可以省一百四十幾萬 還不包括洗渣 或者他們跟我講 老師其實洗渣的費用 還比電費還更貴 那即使一個工廠 他們那時候 投資大概四百個電表 也就是說為了搞資訊系統 把所有的重大設備 都全部把它抓回來 一個電表大概平均一萬塊 所以大概四百個電表 大概要花四百萬 可是你看光這麼一個小小案子 一年就可以幫它省了 將近兩三百萬 所以投資這種資訊系統 其實它雖然不是可以 就是產生這個 就是生產的東西 可是你從這裡面找到那些 所謂省下來的錢 而且這個省下來的錢 各位不要看喔 今年省兩百多萬 那兩百多萬明年會怎麼樣 會繼續省 你如果不改的話 明年還繼續怎麼樣 那些錢還是繼續再花 所以投資資訊系統 因為我們的經驗 大概一年左右 大概就可以給它回本 就可以回本 而且你可以根據你的系統 因為你有了資訊 你有數據 你要做管理就很容易做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一個案例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從管理面 管理面這邊各位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說我們在裡面 執行了很多的管理 當然這些管理配合資訊系統之後 你就可以從很多漏損 你可以找到很多漏損 像剛剛那種漏損 還有一些空車 該停的時候沒有把它關掉 或者是所謂充公 就是沒有效益的加工等等這些 那我們從管理面去加強 這個是台達電子在這邊 所做的一個項目 再舉一個實際例子 像這個也是一個實際案例 當初我們 這個當然這不是台達的案例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節能人其實有很多 是非常一本萬利的 這個是一個實際案例 這是一個在電子廠 那麼當初他們搞錯方向 然後拼命裝了一大堆這種FFU的設備 那後來我們去協助他們做節能的補導的時候 才發現說你裝了太多 那事實上的問題呢 是製程的人嫌說 這個溫度控制不好 他們以為是換氣力不夠 所以拼命加 後來我們幫他做了整個一個調整之後 才可以拆了大概兩千多台 你看光省掉這些設備就可以省一千四百多萬 因為他正好隔壁在蓋新廠 然後每年這些設備所耗的電力 大概有七百多萬 那他投資多少 大概只有投了兩百多萬 就是把這些設備搬過去 你看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實際案 你這個是在這個 頭昏那邊有一家 那個封裝就是測試廠 那從技術面的話 因為我們有了這個EMS之後 你就可以從很多的這些數據裡面 去找到節能的機會 那當然這裡面你就可以做一些 像譬如有些用微調就可以了 做節能的人我剛剛講 其實不一定都要花很多的錢 老闆有一個錯誤觀的 節能就是要改善設備 要去投資台灣現在 政府剛剛各位也有看到 政府都是在補助那些設備改善 但是我們開玩笑說 你把設備改善 並不會真正的達到很好的節能效果 我們經常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我們現在很多空壓機 空調設備 政府就是補助錢你把它換新的 可是換了新的之後 因為它是整個系統 如果沒有把它整個的一個調整調好的話 那些設備其實有很多地方 就是還是繼續在浪費 所以我們經常會講說 有非常好的設備 但是有非常差的系統 就是說你設備雖然效率很高 可是整個系統組合起來 它的一個使用沒有控制好 就有這種問題 那像這個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實際案例 光一個烘門我把它關小 你看一年可以省三百多萬 因為什麼 把一大堆冷氣熱量戳掉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調整上的一個問題 包括像這個一個很實際案例 這是台達的客戶 那麼它這是一家輪胎廠 它原來的那個溫度Sensor擺錯位置 後來我把它溫度Sensor挪一下 他們很高興跟我講說 光這麼樣挪一下 它一個月的電費可以省四十三萬 那是泰國泰銖 所以一年可以省五百萬 就挪一個Sensor 那個Sensor挪下來 大概花了不到一萬塊 因為它要蠻高的地方 只是原來位置擺錯而已 所以台達從2009到2014達成了這個節能 五十個Percent目標之後 他們到2020年還要再降三十個Percent 他們本來每生產一百萬美金 要花八點三萬度的電 到了2014年我離開的時候 只有花到一半左右 大概只有剩下四點一七度 但是等到了這個 如果到2020年明天再結束 他們又從這個四點一七又再降到 大概只有剩下二點七 這一家公司其實我非常佩服 所以如果以台達這個 這麼加重視節約能源的公司 都還可以省五十個Percent 那可想我們台灣其實這些 眾多的這些企業 要省三十個Percent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事實上我們在湖島的工廠 這裡面看得出來 很多重點就是因為沒有資訊系統 所以搞不清楚自己的問題 那麼所以我們剛剛講過了 工業能效偏低的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就是沒有資訊系統 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問題 那麼第二個就是我們 補助都是單機效率 但是對系統部分沒有去注意到 所以整個能效就不好 那第三個就是生產掛帥 我剛剛講過了 那個製程根本就不是 不會去管道這個節約能源 所以它那邊浪費其實非常的嚴重 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一個 節約能非常大的一個空間 那所以我最近經常會幫這個 公司去宣導的時候 我都跟他講 那邊投資生產 還要跟同業去禁比 還不如乾脆投資節約能 自己在裡面默默地省多少 就是多少 而且它還有一種所謂的一個 遞延的一個效果 這個利潤遞延的一個效果 那有人問說 台灣電價便宜啊 產業的能源成本 只有佔5-10% 投資節能划得來嗎 其實還是划得來 為什麼 我剛剛講過 一本萬利的投資 怎麼會划不來呢 我們看一下說 如果你很多企業的這個 能源成本可能會佔到1億 那麼你一年 如果可以省30% 其實要省30% 不是太難 你一年可以省 等於是近賺 這個是等於是一個獲利 等於是近賺3000萬 而且還有這麼多相對的幾個 你看這個叫做一舉五得 就包括這些屬於這種 對企業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形象 所以我們現在都希望說 如果能夠把這些資訊 帶給這些工廠 能不能他們去了解的話 做EMS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你除了可以知道我的能源消耗 然後去管理去節能以外 因為你從這個電的一個變化使用上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系統是不是有異常 所以它還可以做所謂的預防保養 就換句話講 我設備還沒有當機之前 因為它的用電趨勢 我可以知道用電越來越高 就趕快去修理它 那趕快去做維護保養的時候 就設備不會當機 那對你的生產效率來講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一個幫忙 而且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附帶價值 所以工業節能30% 我把它大概 有這麼幾個一個關鍵因素 第一個就是 希望能夠透過今天這個管理 我現在有兩個角色 我開玩笑說我一個角色當醫生 一個角色當牧師 醫生就是因為我經常會去現場診斷 然後提供他們一些節能的機會 我還是要開處方了 就是說怎麼樣改善 第二個當牧師就是今天這個角色 只是我不是去宣教 我是宣道 那麼這個是我們 如果能夠把這個部分落實的話 其實呢 讓老闆知道這個節能的一個酸重效益 我相信要做節能 與其用法規去規範它 還不如怎麼樣 又之以利是最好的 那麼我剛剛提過了 我所以會 其實我以前是教人家做這個空調 我本身是一個空調技師 教怎麼樣做空調系統的一個建制等等 但是我發現做空調其實是很缺德的事 我自己本身是不開冷氣 我順便跟各位宣導一下 開冷氣是一件很缺德的事 有人會說會嗎 各位想想看 把你家裡不要的垃圾 如果你從窗口這樣子丟出去 會不會跟人家罵缺德 缺德嘛 開冷氣的概念跟這個是完全一樣的 為什麼 就是把你家裡不要的熱量 然後透過那台冷氣機 然後怎麼樣 而且還是堂而皇之啊 名正言順的 就把它丟到外面去了嘛 丟到接口去 一樣啊 而且更糟糕的是 你這台冷氣機 假設是耗 這個吸收的 100的這個熱量 可是它丟出去的時候 因為加上壓縮機的這些做工 丟出去會變成到130 所以更糟糕的是 如果你室內的溫度很低 各位 那個垃圾還會怎麼樣 會再倒灌回來 因為熱量的傳遞 是從高溫的地方 傳到低溫的地方 所以我們把熱量丟出去 熱量還會再回來 所以開冷氣 有人講過嘛 你只要溫度每調低一度 你就要多浪費6%的電力 所以各位 如果家裡真的不開冷氣不行 有的人是沒有辦法 那麼您可以把溫度調高 然後再加一點電風扇 29度30度 其實如果有電風扇 這些吹都很OK的 這個我想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麼我真的就是曾經在 車諾比的核戰 那時候我正好在 巧不巧是那一年 我正好是在德國受訓 然後4月26號那一天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後面半年 因為我10月才能夠回台灣 半年的時間 真的是活在那種驚恐地 所以回到台灣之後 我就不交空調了 才會走入到這個 所謂節約能源這個領域來 這個也是因為受到這種 這個車諾比的一個 那我最近剛剛這個 就是把台達的這個 減50%這一本書 才剛剛今天台達電子 這個文教基金委才剛剛 幫我拿過來 那這本書事實上 就是把台達這個 50%的經驗 另外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在去年也曾經 在這個所謂氣候戰衣 在台灣的這個廣播電台上面 有跟這個分享 大概有40分鐘的那個 談到台達怎麼樣去 這個節約能源的這個做法 那當然因為我想 做一個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要讓這個能源轉型 上次曾經開 我在那個台科大演講的時候 有學生問說 老師你認為這個乙和陽慾 你對乙和陽慾的概念是如何說 如果站在我個人的角色 你是建議你 第一期乙和陽慾 還是不乾脆比節約的 因為第一個只能源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要負擔的風險 因為我都知道 車路股跟 我的福島 我猜不是技術的問題 都是因為人物與人之間的溝通 都是人的問題 那人的問題是最難解決的 所以這個風險是實在的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可以希望能夠 中國節約年 把台灣的和陽慾 真的是趕快讓它 限制 然後 晚上大家可以最好一點 這是我個人 每一方面的一個見譜 當然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會談到這個 所謂的一個 那不知道 這一部分呢 各位如果興趣的話 請去歡迎 隨時的訪問 我現在其實 要清建 公開軍事 要審30% 然後當然公開軍事 我可以免費 隨時的機會 把這個建立的目標無法來 好吧 謝謝 謝謝王國文真是深入顯出 讓我們再一個時間 用非常有趣跟 這個 簡簡易懂 非常親切的語言 讓我們來了解 那 而且剛才知道 這個 這個三部曲 資訊管理的技術 EMS 這個 能源的管理 資訊系統 就 如同剛才這個 王國文講的 如果 這件事情 你沒有辦法去買走 你還要去測量 就能夠 所以 測量這件事情呢 其實它是 重要的 OK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QA的時間 可以 大家可以好好地想想 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要跟他提到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請到 能夠監督能源轉型 特別是在工業界這方面 有特別的研究 特別的主題的 綠色和平能源 謝謝大家看你的主任 開主任 請開主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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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